啊 你鞋子那麼沾怎麼還不洗啊 科技海綿只有乾用水的話 它不會有這個泡泡 那因為我們今天有沾清潔劑 所以它基本上產生泡泡 泡泡的部分可以帶走更多的髒污 飼皮的材質呢 都容易比較會有褪色的狀況 基本上呢會比較建議 你可以找到市售在販賣的乾洗清潔劑下去做清潔 那不建議會碰到水 因為它的顏色會掉得太快 乾洗 泡沫清潔劑下去做清洗 也是噴上去後呢 用比較軟一點的刷子 也是做旋轉的方式 清洗 那比較細節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用牙刷 輕柔的刷洗 水的話呢 容易讓這一種系列的材質 因為一些殘留 讓它整個材質泛黃 總體泛黃基本上它是材質上面的氧化作用 那它是沒有辦法用清潔的部分就洗掉的 那建議的話請專業的來幫您做補色處理 使用乾布把多餘的水分給擦乾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使用電風扇跟除濕機去做一個風乾的動作 不建議直射太陽跟使用吹風機 因為球鞋遇到高溫的話 容易做會脫膠的狀況 我們來看 那另外一次 每次的片段 這次回到我們 有關 我們請問